大家好 我是熊哥 剛剛結束了第二屆的台北公開賽 結果是雙飛比賽 比亞特拿到冠軍 亞軍那個我叫菲律賓小胖 他的那個科興解的真的很好 非常好 他的解球只有一次失誤 結果後面有點亂的方寸 他球打得真的很好 他那解球的解對邊 我們常常講說解球要解對邊 他解得非常精準 而且他適應那個球台潮濕度 非常快 那四強賽的時候在副桌 各位沒有看到 那副桌跟那個新加坡小胖 最後一局打得很精彩 最後一局他就是以他的科興解球獲勝 這球貼科興好了 貼科興這樣比較不用走過去了 中帶 八九中間穿越 Nice 他跟那個小胖打 非常精彩 主桌先輸掉了 那個張育龍先輸掉 四強賽 然後那時候 張育龍輸掉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新加坡小胖能夠贏 我們希望這個冠軍賽是兩個國家 這樣也比較精彩 那我們當球評的人講起來會比較起敬 所以冠軍賽講起來稍微不夠起敬 那當然啦 因為他們在拳中 大概七比七之前喔 那十四局打得很精彩 後面就是那個Biado 就一路敞紅小胖有點卸了氣 後面就稍微不精彩 但是Biado打得很精彩 這球有點輕了 還好 三四碰 這三四碰的角度還不錯 兩顆球如果一起進的話 五號球還是這樣子 一起進的話 沒有 這球型簡單了 一顆心 一顆心 其實喔 球要打好就是判斷那個點要準喔 那現在三十秒喔 他們年紀輕喔 常常在打球喔 一下就知道那個點喔 包括解球 包括跑顆心 雙洗看一下 旋轉值大一點有沒有 差一點旋轉值不夠大 好 不管怎麼樣 這一次的這個台北公開賽 非常難得三台聯播 那對台灣的撞球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一個 新的局面 好保重平安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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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